下面呢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善意友好或者表示友好的关系 但这个词一般来说多做不可署名词来用 表示善意友好或者友好的关系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注意中间这个d读快了之后又会失去爆破 不要读goodwill goodwill不对 也不能读goodwill 这个d要做一个动作 舌尖顶住上牙膛憋住气 停顿一下再发这个will 我们再大声那边 goodwill 再来一遍 goodwill 好 这个词表示善意友好友好的关系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流露出善意 exude goodwill exude本来可以表示液体流淌出来 在这表示流露出了善意 同样的增进友好关系 我们经常可以用promote goodwill 注意goodwill不可数名词 叫增进友好关系 下面这个答案 我先让大家自己看个怎么翻读 create and strengthen goodwill create是建立 strengthen表示使变得更坚强一些 放在一块是建立并加强友好关系 流露出善意 增进友好关系 建立并且加强友好关系 这是我们这个goodwill这个词 经常做的一些固定搭配 另外呢我们还经常说 友好运动会呀 友好访问呢 goodwill这个词也经常可以做 名词做定义来用 友好运动会 咱们叫goodwill games 咱们一会就会说 games负数的表示运动会 即便一次运动会也必须加S 那么友好访问咱们就goodwill visit 有的时候也可以叫goodwill tour都行 那么用visit呢 就是去某个地方进行友好访问就好了 这个tour呢 它更强的是周游好几个国家 它的目的地不止一个 去了好多国家最后再回到出发点 这个时候一个周游环游 你听声音tour就转了一圈 这种感觉 这个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这个奥巴马总统 正在对中东进行友好访问 在什么什么的路途之中 咱们新开店三册第一刻就讲过 可以用借词on 我们可以说 President Obama is on a Middle East goodwill tour 那么用这个句子呢 就表示奥巴马总统 去中东的好几个国家 目的地肯定不止一个了 这叫友好访问 可以用它 那么看到这个国事访问呢 什么非正式访问 私人访问呢 这个访问这个表达用的特别多 我们看看一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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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搭配 比如正式访问 叫做Official Visit 叫正式访问 正式友好访问 Official Goodwill Visit 就放在一块就好了 正式友好访问 同样的 非正式访问 我们叫Informal Visit 非正式访问 就是并不是很官方的 很正式的一种 非正式访问 那私人访问 叫Private Visit 表示私人关系的 而不是代表某个组织的 叫Private Visit 私人访问 还有我们常说的 国事访问 叫State Visit 用国家 State这个词做定义就好了 国事访问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几个访问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句子 我说习近平主席 正在对越南进行 为期三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这在外交辞令中 还有西文英语中 经常会听到和用到 习近平主席正在对 这个越南进行 为期三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正在什么途中 我们也是用这次On的 非常好说 对吧 我说President 习近平 is On a three-day Official Goodwill Visit To Vietnam Vietnam 就是越南了 那么我们现在中国 也慢慢跟国际都接轨了 我们的国家的一把手 也很少用Chairman 主席这个词 一般都用President 就是我们的 中国的男一号 我们的习大大 习近平主席 正在对越南进行 为期三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Goodwill这个词 在生活中 一些漂亮的 重要的一些搭配和用法 好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